大家好,我是贝贝 我们的男主是一个公寓的物馆 或许是觉得自己非常失败 虽然工作起来勤勤恳恳 但是久而久之,他得了一种怪病 就是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为了让心里舒服一点 就想抱负一下身边的人 于是,他处处以伦唱反调 比如让住户的老太婆的爱犬食物众多 又比如投诉保洁员 看到别人不开心的样子 他就舒服呀 这天,他遇到了乐观的住户女主 女主每天的开心 让男主对他有了想法 于是,男主利用植物之变 拿了钥匙 深夜偷偷潜入女主家 藏在床底下 趁女主睡着之后 变恨男主用迷药将女主弄晕 然后开始用女主的牙刷刷牙 还在化妆品里注入了可疑的液体 第二天,女主昏昏沉沉醒来 什么也不知道 在用过化妆品之后 女主的脸过敏了 男主本以为女主会很伤心 没想到女主依旧热了呵呵 他和他开玩笑 卧槽 他从未见过这么神经大挑的女子 于是,他又开始了行动 还是原来的配方 还是熟悉的套路 就在房子的各个角落里 涂满了蟑螂感 几天之后 女主家里蟑螂爆发 看到女主惊慌思措的样子 男主却十分快乐 不料,女主却打算搬走了 得知完过头的男主 为了让女主留下来 就帮女主将房间全部收拾了一遍 还上了毒 当他藏在床底下 等待女主归来时 没想到女主带着男友回来了 哦��哇 男主哭了 就在男主郁闷的时候 米奥撒了自己一脸 Oh my god 男主这样晕了一夜 调天虽然男主还没有被发现 但是 女主的男友却发现了 男主在床底下的作案攻击 急诊地男主脑子一转 想起之前帮女主除过帐篷 于是 假装刚进门 说自己的攻击没带走 你敢信 男主竟然成功逃脱了 于男主惹怒了领导 于是就被开除了 男主非常伤心 于是利用最后的机会 再次潜入了女主家 没想到 从女主与男友的对话中得知 女主怀孕了 男友认为自己戴着绿帽 就和女主开始吵架 藏在床底下的男主 听了十分开心 因为他才是孩子的爸爸 第二天 就在男主要离开之境 女主的男友却找上了麻烦 因为他发现了 男主遗留下来的迷药 男主百口莫辩 着急之下 不小心杀了男友 警察来到案发现场 或许是剧情的需要 竟然没有查出是男主干的 当然 男主的所有所作所为 并非无人知晓 公寓的一个小女孩 早就发现男主是个变态 但是 她毕竟是个孩子 在男主暴力威胁下 女孩什么也不敢说 无论女主在这里伤心欲绝 她终于搬走了 更变态的是 当女主生下孩子之后 她给女主写了一封信 交代了所有的一切 女主被骑着再次昏厥 她就是这么喜欢虐别人 哈哈哈哈 剧终 这部电影够变态 人物形象表达够真实 好看 好了 今天的恐怖片就分享完了 喜欢就关注哦 拜拜